影片编辑日期,2018年1月25日,魔物猎人W,狩猎开放,倒数3小时。 先算算花了多少钱,PS4主机买人家尾牙抽到的,省了1000块,LG萤幕好像是因为风屏有问题,所以卖得很便宜,其他都没折扣,原价购入,哭哭。 很快速的开箱完毕,这次消费重点在于我要在电脑萤幕上开一个小视窗玩PS4或收看第四台,顺便它最好可以用来录影。 贵33的4985刚好可以满足这些需求,只是电脑闲着也是闲着,用软体录影想想也没差,而且它的缺点是1080P模式下,录影设定最高只有FPS30,对我是够用,对眼睛有毛病的高玩可能就不满意,总之,买了就认了。 先来分享一下使用方式,最简化的使用方式是4985插主机板上,PS4的HDMI线插4985的输入端,这样就好了。 其他不管它,然后当当当当,到官网下载并安装好4985的驱动程式后,就可以在电脑上欢乐玩耍。 这边要提醒的是,虽然HDMI可以热插拔,但XY插坏货里面本来就是不良品,有非常低非常低的几率可能会损坏设备。 2000万人口里,听说有一两个倒霉鬼,所以PASS就关电源再插。 接下来讲PS4,你想录游戏画面的话,就把HTCP关掉。 其他功能好像没什么好讲的。 网路线插到屁股就能联网。 也能在线上商店买游戏直接下载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下载转 staten。 如果想中文输入 就把你家的USB键盘插进去试试 输入法设定缆的说明 步骤自己看就懂了 以上 Google姐姐配音881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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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